我会觉得是说 基隆现在尘埃落定 那好好的把市政搞好 然后不管是蓝也好 绿也好 都有自己功课要去做 都有自己需要去 这个再去加强的地方 如果说一天到晚只是搞斗争 只是说我要把你干掉 所以我可以多拿一点权力的话 我觉得这样很容易会被反扑的 那如果硬带下去的话 搞不好是发起战争的那一方 搞不好会比较倒霉 因为现在林友昌什么都没有了 对 他现在只是一个秘书长 可是他的微信没有了 政治上要讲微信不是讲位置 他什么都没有了 基隆是他打下地盘没了 微信输了没了 然后信任也没了 因为说真的这么多net的事情之类的 变成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那这样的人好不好用 赖兴德是不是还想用这个有瑕疵的人 有这个能力已经证明了 可能能力不足 但而且可能行为有瑕疵的人 那信德是不是愿意用他 那我想这一场这个罢免里面 其实有很多妙趣梗很深 我就问其他人都不准了 第一线这个问佩翔哥最准 大家说那天韩国瑜讲那个地狱梗 他说他没有去他选总统了吗 那个现场有人预料到他讲这个吗 没有 完全他急性发挥 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他讲这个梗 我们其实韩市长什么时候要来 是他来自前一天下午4点我才知道 他的办公室发出来消息之后 然后台北的记者直接问我说 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连事前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本来是以为说韩院长没有机会来造势晚会 可是后来韩院长还是硬把时间挤出来 陪国兰草三个小时 所以说我们真的蛮谢谢院长的 也愿意最后面情义相挺 当然那个主要最大的焦点就是那个 他有汉污吗 他有腐败吗 他有懒惰吗 他有跑去选总统吗 他一讲我这样 后里穴 你知道吗 我那种感觉 我后里穴 你怎么会讲这个 后里穴 我的表情马上出 谢国兰当场综艺衰 因为他这个梗 所有人都知道 他自己也知道 他甚至跟我讲过 以前跟以前我们在江湖上聊过 他说罢免案 我是天至第一号受害者 但我们知道你是这样讲 你自己在讲没关系 你在所有媒体里面 忽然讲这一句话 好厉害 所以那天基本上 那一天当然院长的那一句话 还有后面的肇事很成功 所以这两件事就把大事理定 后来当然double play 整个状况最后面的结果是满意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 扫街跟韩国瑜最后的表态 真的就是关键一级 因为那天最后晚上下雨 对 下雨下很大 非常大 所以那个下雨下到说 我们因为 韩院长来是下午三点 那时候还没下 然后扫街的时候 那个阳光普照很漂亮 我下来今天晚上没问题 结果我想说 我就回去洗个澡 然后想睡一下 睡到六点起来 哎呦怎么雨这么大 基隆长这样吗 不是 是前面下大 一直会下 不然就是不会就算下大 可是不会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很特别 对啊那天我看阳光普照 晚上应该大家两边会就落 晚上西风雪雨的 而且 我觉得最让人家感动的是 整场一万 一万五千两万人都没有走 我那一场 因为我今年出台许国立委 在同样的场子做造势 那人数他 这次应该比我多 那那次 可是那次是 很多灯光 因为大家都是 因为天气好嘛 然后大家拿手电筒 大家拿手电筒出来 拿手机出来 那一场是全部黑妈妈 因为全部都是雨伞 穿雨衣啊 雨伞啊之类的 我就哇 OK 然后那时候 然后我 一个另外一个小花 一个小花絮 为什么变这样 我那时候到了 然后立委门到了 然后七点半立委 大家接一下 然后准备要上台 然后因为我跟 我志强 志强 志强我们两个 他是基隆出身的 我也是基隆人 所以我们两个会 出去上去 当方公团讲话 顺理成章嘛 然后他穿短袖 我穿背心穿短袖 我那时候知道下雨 所以我就穿帽梯出来 偶一点点 然后穿背心 然后我们在那边一看 国粮就直接被 市长就直接被雨在那边淋 只穿一件衬衫 就整个在背 跟落汤鸡 然后就 还好没有露点 我就看到他 我就说 噢 那我就看着强哥说 怎么办 那强哥就 看你来看你来 就把执政成一个 然后就好 就雨衣托 我两个上去讲 所以看到我们两个 是完全没穿雨衣 被淋乱七八糟的 因为你主将在台上 你都不淋 你都敢淋雨 我们这些副将 帮你讲话的人 我们还穿雨衣 而且我们两个是基隆人 人家说 基隆路好多 基隆路不怕好 你就主将基隆四四 转被雨淋 我们两个还在那边穿雨衣 好像怎么样都讲不太过去 所以我们两个最后面 就是一起淋到雨 所以已经四五天了 还没办法好 所以这其实是感冒 感冒加累加嘶吼 你后面听到那几场 基本上声音都是没有的 包括到总职讯 包括到今天 我咨询 陈世凯 都是没有声音的 我感觉你自己 有选了一场局 结果是好就好了 结果是好就好了 很密集的 因为选举 就算当初 你再觉得说 在怎么优势 民调数字 跟你讲在怎么样好 但是你票没有开出来 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你都是会担心 所以说这次 其实有很多 蛮多故事的 当然我会认为说 热战还是对的 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认为热战还是对的 其实就我的棺材 以前基隆没有这么政治过 这是应该少数基隆 非常政治的时候 因为你想北北基陶 这个城市圈 基隆真的是最小的那一个 而且是 大家知道那个体量 对比多夸张吗 台北是250万 新北是400万 然后桃园是现在 也200多万 230左右 基隆36 对 基隆只有36万 基隆的人口 只有板桥的一半 这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很 可是你也可以这样讲 就等于是 直接的 因为这个故事性 就直接的 直接的这个 这是第一次 就全台湾都在看基隆 前市长 复仇不成的故事 对 裁判官是前前市长 然后裁判 对手是前市长 然后PK现任市长 对 那当然是有很多 当然是 市长大战 他们当然帮自己讲话 但是这是直接的 你很少看到前后任市长 直接对干起来 对 很少见 就算那个老实讲 好富跟 跟柯主席再怎么不合 他们也不会直接对干起来 大部分都是隔空校正 对啊 可是不会直接对干起来 那这是很明显 就林又昌 直接针对谢国阳来着 那当中 后面有很多故事 很多 不为人质的心态 但是 我觉得过了就过了 那怎么样 在接下来 怎么样把基隆市政做好 怎么样把国政做好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 没有选举的时候 中态名声为重 我还是这样比较 我还是呼吁 这样还是比较 那我最后补问一个问题 请问 这个投票率冲破五成 这有没有吓到 我是 超出预期 与其说超出预期 不如说 投票率越高 对我们越有利 对 因为老师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假设他们真的权力动影 就25% 就是7万 就是7万5 7万6 对 那如果真的7万5 7万6出来的时候 我们只要投票的人数 有高过7万5 7万6 其他票都是我们的 结果这次不但说我们的投票 我们的投票人数高过 7万5 7万6之外 反而是他们没有大标 对 他们不到7万 不到7万 7万的差几票7万 7万9936 中选会好像还有中选会 是中选会还是民事做票 都有灌 都有灌 中选会灌到7万9995 然后后来 6万9995 然后后来自己修正成 6万9934 然后民事直接灌破7万 对对对对被截图 而且李又昌的妹妹很开心 还分享这件事 我觉得我就不就 这是执念 赢了我就不赢了就 输了要有输家 输了要有输家的风范 赢了也要赢家的气度 所以我觉得不用特地去 既然都是当事人 那都过了 那我觉得不用特地 再去讲什么 那我们也不要选那些 我们觉得不舒服的 这些网路好朋友 车翼好朋友 说国梁当选隔天 基隆港的乔士基就被撞了 这真是很扯 这真是超扯 而且那个是中央香港局管的 不是吗 没有那是港务公司管的 我今天有问 我今天其实有问 可是我今天还没有时间 基隆港是国家一级港口 对 可是老实讲 我知道那个其实跟这个 可能跟银水人比较有关 对 然后拖船也是 拖船也是 这个是照着银水人的指导的 所以我也不好去 在那个我今天直接问 因为他们很怕我直接问 今天他们 今天部长 他们很怕我是一个部长难堪 我就直接问 我就直接是这样说 你们现在这个状况怎么样 现在状况你跟我讲实话 他说我们不可能就 都给运安会 好啦 给运安会啦 但是我们以后三水有相逢 但是我会觉得是说 基隆现在尘埃落定 那好好的把市政搞好 然后不管是蓝也好 绿也好 都有自己功课要去做 都有自己需要去 这个再去加强的地方 不过如果说加强的 加强的目的是为了 这个整个基隆市民 成群基隆市民 还是为了整个中华民国好 我觉得都是乐见的 至于说如果说一天到晚 只是搞斗争 只是说我要把你干掉 所以我可以多拿一点权力的话 我觉得这样很容易会被反扑的 基隆的民众 基隆的民众是介于都会区 跟乡村的 刚好是介于都会区 跟乡村之间的这种受众 所以在基隆的状况 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例外发生 我觉得会有 因为不会每个人 都一天到晚喜欢选举 对 那我们知道赖清德的个性 会想斗到底 许志杰都讲话了嘛 但是相对比较巧 我觉得民众是已经厌战了 对 那如果硬战下去的话 搞不好是 发起战争的那一方 搞不好会比较倒霉 所以其实这一场 民进党应该是错估形式 那当中伤的最重的是 刘昌 那刘昌怎么办 其实这有人说他三连败 交棒失败 立委失败 然后接下来罢免又失败 他就去找借口啊 他上次说切割了衣服 没有我 他交棒失败 他把所有事情 过到蔡世英身上 所有蔡世英自己论文出事 然后人设出事 又人出事 黑道出事 所以不是我理论上做不好 好 立委失败是说 OK 蔡世英不选 那可是你 蔡世英不选 然后就提名又出问 提名又出问 你最后面选个 选个最 最不恰当的候选人出来 那这次总不行了吧 这是我没有行政资源 那全部都借口就好 你都完全不用负责啊 那你是基隆 你不是以前曾经说过 你是基隆王 基隆王不用负责哦 我还没有听过一个 不用负责的王者 所以除非是昏君 还是亡国之君呢 所以这个 简单来讲 这个 你又常从基隆王 变成老西辣 可是老实讲 也不一定 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赖清德到底 第一个 应该对不起有两个地方 一个 他会不会继续 追溯他的法律责任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第二个 赖清德对他的观感 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说法律责任 就是Net这件事情 还有其他的案子 如果继续查下去 其实监察院找就该查了 请叫找就该查 找就该查了 只是不愿意去查 或者基于什么原因 最后没有动 但是如果动的话 那他是不是要负起责任 他如果要负起责任 就基本上是仕途 就所有政治都拜拜 不要讲 直接不用直接 从新北跑到土城去 这就不用讲了 第二个就是 如果没有事 如果检掉还是 选择性办案不查他 那赖清德 是不是还想用 这个有瑕疵的人 有这个能力 已经证明了 可能能力不足 但而且可能 行为有瑕疵的人 赖清德 是不是愿意用他 可能会用 一球不见得不会用 因为现在林友昌 什么都没有了 对 他现在只是一个秘书长 可是他的微信没有了 政治上要讲微信 不是讲位置 他什么都没有了 对 他基隆是他打下地盘 没了 微信输了 没了 然后信任也没了 因为说真的 这么多net的事情 之类的 之类的事情 变成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那这样的人 好不好用 很难用 他很多事情做不了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可以为你 做出一切事情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思考也是对 所以这就是看 赖清德主席的 同域的艺术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怕 他一无所有 所以他也不怕 他也不怕失去任何事情 那这样的时候 赖清德会不会用他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毕竟来讲 秘书长只是贯彻一致的 他的权限 他的权力 全部来自党主席 那秘书长很多事情 是不是有些 相对比较起来 比较不光明的事情 需要秘书长去做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晒凝露